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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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不在其中了 但它的准确性 跟它的这个可参考性 只能说它的准确性 不太敢讲 因为它没有一个完整的 更多的人的一种佐证 那我个人没有查过 说在苹果上 第一号的news app 跟它的列行没有 它这份资料是 按照国家 就是不同的国家里面包括了 里头肯定没有 没有中共国这是肯定的 里头没有中共国 因为中共国不让用 里面是从ABCD就这么来 来名单的国家名单的排数 在这些国家里 在新闻平台上 AX是第一位 它有一个另外一个 获取新闻资讯的一个 一个叫Crossed app 那个也是AX是第一位 纽约时报是第二位 大家 那个应该可能是美国的 但我没有找 我看到过 但我没有找到它 想跟大家展示 纽约时报是第二位 华尔街日报是第三位 第四位呢 可能是华尤 第五位我就忘了是什么 第五位是 是Today 今日美国 可能是Today 也可能是就叫观点 但应该不是观点 大概大的新闻机构 是另外一个大的一个新闻媒体 所以那AX就等于确实它超越了 正常 我们通常看到的主流媒体 那马斯克呢 马斯克本身呢 这是他立志要做的 所以他在这种相互推动的 就这种他的改变的背景之下 他蛮成功的 因为马斯克花了440亿去购买 Twitter 把它改成AX 就是想有一个平台 有一个全新的新闻平台 那从他的资料说 可以达到这一步 至于在平台上能够建立什么 他尝试了 比如说 比较典型就是卡尔松 Tank卡尔松转到上面 但是呢 我们看到的是相当不容易 因为他没有一个 他只是一个 就是就像一个枪手一样 他是一个孤狼枪手 那我们再上头 同样也类似 就像孤狼枪手一样 卡尔松并没有 因为他独立制作之后 他的这个账号 可以飞速的增长 他没有做到 大概1200万 他在达到 转出来之前 就是他个人完全转 从福克斯转出来之前 大概是800多万 所以他增长了 坦白说增长了50% 可是这50%呢 对比他的名望和名声 和现在X本身拿到的位置 应该不是很大 所以对于很多朋友来讲 如何运作 是很值得借鉴 那另外一个比较厉害 就是马斯克自己 马斯克自己在他的运作过程中 却成功的从他原来的跟随者是七千几万 七千多万 应该不到八千万 川普是八千多万 所以他在接手X的时候 大概七千多万 他现在是1870万 到1880万 所以他个人确实成功的 把X的平台成为他个人的观点的一个平台 因为自个儿给自个儿造了一个新闻平台 自个儿给自个儿造了一个地方要说话 而且成功了 非常成功 那川普在这个平台上 有一个川普代言 就真相社会代言账号 他一个月的流量 一个月的观看量 最高达到一个亿 一个亿 七千万 他说六千五百万 到一个亿 那很显然跟这个月发生的事情相关联 那一个月 一个亿的浏览量 那就非常不得了 应该讲非常不得了 那卡尔松的现在的流量呢 他每期节目大概四百万 十天下来 四千万 一个亿 如果他 如果他 他每天都有节目出来的话 但他并没有每天都给出来 所以这是比较 我愿意把它看成相对比较真实一点 因为川普的流量 你说他一定要中间用多少手段 他是一个整体 一个庞大的团队在运作 马斯克是一个庞大 更加庞大的 他的专业在运作 就是这么个数 但他没有 那在X平台上 形成了一个非常松散的 就是没有一个强行管制的这么一个东西 这样的话 他里面就表现出个体的自由度 我们去分析是这样 他当然他对中文的评在上面平台的比较厉害的 大概就是那个叫 叫我不是老师那个 他大概一天 他转推一个东西呢 几十万百十来万 能观看 没有第二个账号能够能够出其左右 应该没有 他转载了很多内容 我们曾经想 一直想跟大家分享 在 在以订阅的方式 新的一种视频方式出来 因为 那是在YouTube上 是不让用 所以 要看我 要看我的能力了 而 马斯克在这个平台上呢 他就说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这X已经是全球新闻平台 这是真的 然后他 他就讲这么一段话 他这段话是昨天讲的 是他在回复一个人的内容 就是一来一去的内容的时候 他先讲了一个就是 他的火箭发射的过程中 在火箭 随火箭所携带的视频镜头 他就发了这么一张照片 让人们看到了一份光彩 然后有人呢 就围绕 围绕他就说 就讲出了一个 他的颜色所看到的一切 或者说 在社交媒体上 才能够看到的这种东西 然后马斯克就 大概有所感发 他就讲述了他目前的处境 他目前处境蛮有趣 他说 Engineer就是这种工程的东西呢 对于他来讲 他是蛮有兴趣 马斯克对工程的东西 是可能受影响于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实际是在 在科技工程方面 赚了一些小钱 因为做生意嘛 赚了一些小钱 所以跟他父亲有关系 然后提到说呢 作为某些政治的角度来讲 和一些现在所谈论的一些热点的问题来讲 他自己感觉呢 就是把手放在火炉上 他自己把自己放在火炉上 他说备受煎熬 就是这一段 就像把手放在一个热的火炉上 备受煎熬 那食指通心 其实人们所讨论的完全概念是一样的 然后他紧接着说 他说 他说 但你要知道 我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情 就是目前的我备受煎熬 但我为什么干这种事情 他说 他就提到说 就目前而言 我能够告诉你 只有一个原因 我必须这么干的原因 我们的文明在被摧毁了 就是人类的文明在被摧毁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我尝试着阻止这一份衰败和被摧毁 他就讲 如果直言的话 就是文明在摧毁 人类的文明在摧毁 那他就把自己的基点放得蛮高的 所以我们跟大家提醒过 马斯克他的行为呢 我真的不是一般人 正常人的行为 但是呢 他能够洞悉到 作为一个人应该具有的道德准则 文明的摧毁 就是道德准则的摧毁 那一个火星人 他不接受人类文明的摧毁 因为这不是他所希望送到火星上的人 那最近的时间段里面 他连续进行这个火箭测试 就是在讲述着 真能装上人 装到火星上去 那火星上怎么生活 干嘛不就地在地球上生活 所以他不喜欢 现在人的文明的衰败的过程 也就是说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他可能意识到 就他来讲 他能够拯救人类的 他愿意脱生成人 又愿意能够拯救人类的方式 就是摆脱地球 摆脱地球 回到自己他认为的家去 回家 所有三界里面生命 不管火星人 还是木星人 水星人 看来都想回家 他这是能够认知的 但是呢 他知道 他曾经在火星上的他 他的身体 不如人的身体好 肯定 不如人的身体好 所以他就成为了一个 想获得人的身体 就像一个拯救者一样 但是当人的文明 在急速败落的时候 衰败的时候 他可能认为 在人完全毁掉自己的之前 他没有时间 把人给带上去 难道不是吗 你说他多么怜悯人 我个人觉得还不太敢说 但是他非常需要人 他在从另外一个角度 在告诉人的真鬼 他不一定多怜悯人 但是他知道 人不能像现在这样 所以在毁到 文明衰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连马斯克都不敢要 他没办法给带到火星人 所以他要加速发展 他的火箭技术 能够争取 有第一批人 被他转到火星上 但火星上怎么活着 他没说 我们是从 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 跟大家分享了 普世的人都看到 他的钱财 跟他比较怪异的行为 以及他太有钱 太成功的一种背景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陶生依旧离不开 您的元首与资助 可以让陶哥的声音 永远伴随着您 感谢ям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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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